好,那我们呢就继续 我们刚刚介绍的recursion 那我们在remarks的时候有特别提到说 很多时候recursion的写法 其实是可以用回圈 用iteration的方式来进行的 那想想也不是太奇怪,对吧 因为iteration的这种做法 事实上也是反复不断的做事情 那recursion也是反复不断的做事情 那他们有的时候可以完全互相替代 但也有的时候呢是a比b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几个a比b好的例子 很多时候啊,recursion是ok 像是刚刚finding maximum 或者是calculate factorial 这个都没有问题 但是比如说像fibonacci这个东西呢 事实上recursion就是非常浪费时间的 所以我们来试试看 如果我今天fibonacci这个任务 我用回圈写 跟我用d回写 会有什么多大的差别 今天这里就是两个implementation 我们呢可能会这个样子 就是说我写两个implementation 左边这个是d回的写法 你刚刚已经看过了 如果n是1或如果n是2就回转1 不然就做一个recursive call 先去解这两个子问题 然后再把它们加在一起 如果我用回圈写的话 大概是这样子写的 如果n是1或如果n是2 一样我们就return1 然后呢我要设三个变数 fib1,fib2,fib3 现在的值分别是110 接着我的回圈要从2一直跑跑跑跑到n减1 每一次呢我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要先让3是1加2 然后接着我把1变成2 2变成3 那看起来很诡异 其实还好 好 你想想看这里有三个格子 那它们呢分别是fib1,fib2,fib3 一开始的时候呢分别是110 接下来每一次回圈我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要让fib3是fib1跟2相加 接着fib1要变成fib2 fib2要变成fib3 OK,所以呢会变成这样子 然后接着下一圈我要做的事情是 fib3要是1加2 所以这个时候变成3啦 然后接着它变成2 它变成3 再下一个会变成5 然后它变成3 它变成5 它变成8 依此类推 基本上只要你掌握到fib3 是fib1加fib2的这个事实 接下去你就是做一些必要的update就好了 多看两眼你也会看得懂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不免就有时候会令人觉得 诶,真的是recursion的方法 好像比较好懂 因为前两行其实是一样的 如果N是1或如果N是2 答案就是1 不然的话直接告诉我前两个 我帮你加起来就好 如果是回圈的还要这样子劈里啪跑 扣的又长又比较不容易懂 确实是这样没有错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要比比看谁比较快的话 哇,那个就很难讲了 所以我们来试一下 好,今天我们呢 假设我们有这样的一个program 那这个program干啥呢?就很简单嘛 基本上就是给我一个N 请你用repetitive的方法来跑 或者是用fib 用recursion的方式来跑 好,那么我们这里有两个函数 我们把fib的贴过来 然后呢 repetitive的也贴过来 那我们就来跑跑看 比如说 先输入N N如果是5 就是5跟5 OK,这没问题 再来N如果是10 就55,这也没问题 N如果是15 OK N如果是20 也没有什么问题 N如果是25 也OK N如果是30 也OK 好,N如果是35 诶,这个时候呢 数值上出现了一点小小的变化 但不过你看得出来 基本上是讲同一个数字 所以就没有差 40 40了以后呢 就忽然闪了一下 它的意思就是说 解这个recursive的 多花了一点时间 对吧 那再来 42呢 多花了更久一点时间 45呢 我只不过是从40变成42 42变成45 结果 现在已经要花到7、8秒了 如果我去try50 搞不好等到这个几分钟之后 都没有跑完 也是很有可能的 比如说我们也不要 我们就多try一个吧 我们就说我们try47好了 好 你看到一个已经overflow的数字 请不要在意 因为要解决overflow 有别的解决方案 那我们这里主要是看 我们要做几个 basic operation嘛 47的话 以 iterative的方式来做 也是啪的一下 马上做完 但是如果是recursive的方式做 却要大概20秒左右 所以可以看到 这两种写法 确实是有很大的 效率上的差别 OK 好 那么如果这是真的的话 为什么 那我们想一下 我们今天如果是这个recursion的话 它在做什么事情 它是说啊 给我一个数字 比如说你告诉我5好了 我呢 要你去算3跟4的碧波纳西数 3的时候又要你去算1跟2 对吧 4的时候呢 又要你去算2跟3 但其实这个3跟这个3 是重复做的 你这个3也必须要去把1跟2 又再做一次 所以等于是在浪费时间 因为你这部分和这部分 是同样的工作 浪费了两次时间 浪费了一次时间 更不用说如果你还要做6 如果你还要做6的话 这里要做4 那这个4以下的这个运算 跟这里又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你可以发现 诶真的耶 只要我们今天尝试做的事情 是我要把两个recursive call 拿来解一个问题 那今天就有一点像是 要变成两倍的分量 那这个时候呢 自然这件事情就爆炸啦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in general 我们在讨论什么 in general呢 我们会讨论两种复杂度关系 一个是polynomial time 一个是exponential time 那他们个别在讲什么啊 他们是说啊 今天给定一个n 我们刚刚的那个repetitive的方法 大体上来说呢 是需要的步骤数是跟n成正比的 你回去偷瞄一眼 我呢 大概要跑 大概是要跑n次回圈 每一次里面呢 有一个加法 三个assignment 以及一些杂一杂吧的动作 反正数一数的话 需要的步骤数 大概是跟n成正比 但是如果是recursive的做法的话呢 我知道 我大概是跟2的n次方成正比 为什么我知道 因为我们刚刚画了那颗数嘛 对吧 基本上就是我从一个点出发 我就要往左右各算出一次 而这里又要再往左右 这里又要再往左右 虽然那两颗左边右边的数 有一颗比较短一点 有一颗比较长一点 但本质上来说 就是要一直分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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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是跟2的n次方成正比的 那自然当n非常大 47 48 49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recursive跑得会很慢 OK 我们甚至不需要关心 c1跟c2谁比较大 就算c2远比c1大好了 只要你的n够大 一定是2的n次方会远大过n 导致你recursive的会跑得比较慢 所以呢 在这个例子里 我们就说这个repetitive 对不起 刚刚是recursive的跑得比较慢 所以我们就说这个repetitive的方法 是比较efficient的 或者是technically 我们会说 这个用回圈的做法 是一个polynomial time的algorithm 而这个recursive的做法 是一个exponential time的algorithm 这两个词是重要的 请大家记住 polynomial time的意思是说 我的总步骤数是f of n 而这个n是题目的一个input 比如说在这里 是我要算多大 而这个f of n是一个多项式 比如说是n啊 n平方啊 n三方啊 跟这些东西成正比的话 我们就说它是polynomial time 那比这些小的也可以 比如说logn 我们也说它是polynomial time 因为它比n还小嘛 那如果今天是跟 比如说2的n次方 3的n次方 这一类的东西成正比的 我们就说它是exponential time 那么很显然的 如果我们的演算法 是exponential time的 只要n够大 我们迟早都会跑不动 迟早都会跑不动 因此我们有的时候呢 会在分析演算法效能的时候 的第一个步骤 就是先问我们自己 我们的演算法是polynomial time 还是exponential time 如果是exponential time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没有人可以接受 这个演算法就是不OK 那polynomial time呢 就是过了第一关 然后我们再问它够不够快 这样子 所以以刚刚的例子来讲 Fibonacci这个任务 你写recursion就是不OK 好 所以呢 这个是关于Fibonacci的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其实还有另一个 另一个反过来的issue 刚刚是说有时候A比B好嘛 以Fibonacci来说就是回圈比较好 那我们来看什么时候是recursion比较好 今天 什么时候是recursion比较好呢 就是很多时候 recursion好是好在 它implementation比较容易 比如说这里有一个经典的 叫做Hanoi Tower的问题 叫做河内塔 河内就是越南的城市 那个河内 今天故事是这样 我在一个庙宇里 我有三根柱子 这三根柱子上面 各放着一些disk 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呢 都是放在同一根柱子上 比如说像这个样子 有四个disk disk的大小不一样 然后呢 我们说diski 比diskj小 如果i比j小 我们先这样讲 所以呢 这里假设disk编号 就是1234好了 那么今天有一个规则 就是大的盘子 不能放在小的盘子的上面 所以我们这里画了给你看 1要放在2上面 2要放在3上面 依此类推 那么呢 一开始的时候 全部的disk 都在pillarA上 然后呢 我们有pillarB 我们有pillarC 我要问 如果我每一次移动一个碟子 然后呢 每一次移动 就是把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 比如说我可以把disk1 移动到pillarB 这样叫做一个move ok 然后呢 我要一直这样做 一直这样做 一直这样做 我要怎么样 可以把全部的disk 都从A 全部都移动到c呢 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很显然的 它需要一些步骤 对吧 因为你一个 一次只能移一个 你不能移两个 也不能移四个一起丢过去 所以你如果 要把全部的disk 都移到c 你势必要透过b 你一次移一个到b 然后另一个到c 然后b到c 然后呢 再这样子反反复复 反反复复 请问到底要怎么做 才能够最快的 把Hanoi Tower解出来呢 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答案在这儿 我们就想想啦 这个Hanoi Tower 其实讲起来 虽然好像很复杂 但其实也很简单 如果我真的 这里有树跟disk的话 那我今天要把它们 全部都移到disk 移到pillarc 一定的做法就是 我要想办法 先把上面那三根柱 上面那三个disk 我要先移到b 然后我才能够把 A的那个最大的disk 移到c 这样要一步 然后我接着再把这三个 再移动到c上面去 但是我刚刚做了一件事情 我刚刚试着把三个disk 从A移到b 对吧 这不就是一个sup problem吗 所以我们就知道 哦原来code可以这样子写啊 那我们来试试看 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说 我呢一开始你告诉我 你有几个disk 十个也好二十个也好 我们印出步骤给你看 然后我们要帮我们的pillar取名 我们就取名为 大A大B大C 把pillar的名字传进去 把我们有几个disk传进去 把我们有几个disk传进去 在这样的pillar的命名下 在这样的disk数 请告诉我到底要怎么移动会最好 答案是这样 如果你今天只剩下一个disk 那么呢你要如何把它从第一根柱子移到第三根柱子呢 你就告诉我从第一根移到第三根就好了 剩下一个disk的时候随便你要干嘛就干嘛 不然的话 你就是先帮我把 我们本来是ABC哦 本来是ABC 我想要从A移动四个的话 我事实上就要从A先移动三个到B 所以我本来是从A经过B到C有四个 那我要先做一件事情就是我要先从A经过C到B三个 先告诉我怎么样从A经过C到B移动三个disk 告诉完我了以后 我的A上面只剩下一个disk了 帮我移过去 就这样移过去 从A到C 然后呢要干嘛 这里还有三个disk啊 再把它往右边移过来 从B经过A到C移动三个disk 哦 这样就做完了呢 在base case底下 直接把东西print出来 然后如果今天已经做到了的话 那么我们就能够把指问题解出来 如果你能告诉我三个要怎么移 三个要怎么移 那我就知道四个要怎么移 四个的移法就是先移三个到中继站 最大的移过去 再把那三个移到终点站 诶 这样就可以了 好 好那我们稍微试一下 好请大家看看 我们现在来执行 如果我们执行下去 我们说好就给我四个吧 他跟我们讲什么 哦请你先从A把一个disk移到B 从A移到C 从B移到C 就是一串动作 那这样看看不太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其他这个数字会怎么样 比如说如果我只有两个呢 只有两个disk的话 先把小的从A移到B 对吧 然后把大的从A移到C 再把小的从B移到C 诶 那如果我有三个的话呢 如果我有三个 会变成这样 仔细看看 前面三个步骤 他在做什么 他在把两个disk 从A移到B 前三步 前三步 再把两个disk 从A移到B 然后呢 你的第四步 可以把一个disk 从A移到C 再后面三步 基本上就是前面三步的反过来 或者是再延伸 把两个disk 从B移到C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七步 中间那一步一定是从A到C 所以没有意外底 如果我有四个的话 中间那一步一定是从A到C 因为前面我要花七步 把三个disk 从A移到B 后面再花七步 把三个disk 从B移到C 就是这么一回事 好啦 所以就结果来说 这就是一个正确的implementation 事实上也是最好的implementation 和内塔这个故事事实上就是在讲说 寺庙里的和尚 每一秒会移动一次disk 一共有64个disk 当所有的disk都从A 被移到C了以后呢 就会世界末日 哦 听起来很恐怖 不过事实上 2的64次方式非常非常大的数字 所以在我们有生之年是不可能会看到的 所以大家可以安心啦 就是还可以活一阵子呢 好 所以换句话说 这个recursive function 虽然其实是exponential time 但它已经是和内塔问题的最佳方案了 所以倒也没有问题 而这个时候它好在什么地方呢 好在你如果要写iterative的写法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那困难到我们不想要在这里讲 大家有兴趣的话 你想想看 怎么样用回圈写和内塔 嗯 不大直观对吧 跟recursion的比起来 recursion的还比较直观 那另外呢 有兴趣的话 大家google一下 Hanoi Tower iterative之类的 你就会看到许多精妙的做法 但是比较难懂 现在这个荧幕上的未必好懂 但是你google到的那些 iterative的只会更难懂 所以recursion还是有它的好处的 很多时候用recursion code的比较好写 主要是好在这个地方啦 好的 那以上就是关于recursion的介绍